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19,眼瞅着又到一周末了,咱们最近发生些大事啊,说一说,一方面呢,是咱们了解发生了些什么事,对咱们有些什么影响,咱们要关注些什么东西,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到周末了,大家放松一下心情 1月6号之后呢,咱们一直说,作为重大调整,这调整起来真的不容易,因为什么呢,又要顾东要顾西,过去文革说有句话,说是既要抓革命还要速生产,后来有人改成了说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那您要是仔细想一想,这话谁说的呀,这都是掌握政权的人说的,咱老百姓,您要是一手抓革命,您就没办法,没时间精力促生产 您要抓精神文明建设,您物质文明建设,就要受到影响,受损失,是吧,就个人的日子,你总还要过嘛 所以说呢,咱这个重大调整,拿就拿在这儿了,您说您顾哪一头,因为您不掌握这个很多资源呢,很多事就得亲力亲为,时间精力就这么多 好,咱就不多说,咱们说说什么呢,最近呢,这个整个自媒体也好,大媒体也好,整个这个关注量啊,大家的热情啊,都是急剧的滑落 为什么呢,这就是四年前,咱讲过这天桥,抗克文化 这个抗克文化,不分民族,不分国家,都一样,这就像说什么呢,耍把是卖艺的啊,在天桥上撂摊了 结果男友打起来了,老百姓呼呼就围上去了,抗打架的,现在这架打完了 散火了,老百姓走了,回家,睡一觉,第二天接着扛大个儿,拉牌子车,干活去了,谋生了的啊 好,至于这打架是为什么打,是谁对谁错 和这打架对咱们老百姓每个人的生活以后有什么影响 我想绝大多数人连想都不想,看热闹,就不嫌事大,是吧 哎,热闹过去了,大家散火,干嘛干嘛去了,现在就这么一状况 大家看现在这个CNN,这是造谣平台,最大的主流媒体的一个急先锋,是吧 他的这个关注量下了50%,现在他资金出问题了 现在那几个像柠檬啊,那几个混蛋 现在面临着被炒鱿鱼的问题,就是任何机构,任何人经济上过不去的时候,您就塌台了 就这么简单,您就死散了,散架了 所以呢,这些大媒体这样,自媒体也是一样 大家看所有的自媒体,噼啦啪啦都是七零八落的 这是一正常现象,知道吗 就是说人群当中真正说有一目标的,我看什么 做什么,我要分析,我要活出一个明白来 这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就是咱这句话,看客 但看客归看客,咱们现在把这东西啊,说这本质咱早就清楚 是吧,这几年没少说,这个社交媒体吧,就是娱乐平台 所以呢,咱这重大调整,不外乎也许,加一些娱乐性的东西 跟大家就是一起分享吧,生活嘛 对吧,咱也没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严肃,那么认真 所以咱们呢,在这个严肃认真的话题之外呢,也加点娱乐的成分 大家呢,这个就是一边分享着,一边往前看着,一边还得过日子 是吧,好,那现在呢,咱们就说,你看现在 这个左派,白左呀,什么黑左呀,反正只要是左派 别分什么眼神,什么神,他左了都完蛋 你看,在波特兰干嘛呢,前些日子,从去年啊,打砸抢烧,就拼命喊 要撤销警察的经费,这警察呢,应该这个让他滚蛋 咱们实事求是讲,波特兰这城市,我生活了七年 我知道那城市怎么回事 这城市的大街小巷,我还基本都熟 所以说这城市左不左,那是相当的左 我当年的导师,美中友席的这个chapter的领导人 全部都在那边,很熟,但这城市,您说这警察是不是应该 削减经费,应该什么呢,我觉得应该 这不是说我左啊,为什么这么说 这警察队伍里边混蛋太多了,地痞流氓太多 应该整顿,整顿是必要的 但您说这城市,如果说不要警察了,行吗 好,这绝对不行,任何社会,他必须得有人来管理 没规矩不称方圆,谁来守这规矩呢 就是警察执法部门嘛,好,这结果说是撤销警察经费 这么闹了快一年了吧,波特兰这凶杀案 现在上升了百分之两千 大家想什么概念啊,上升了百分之两千 就是好家伙,现在就随便开枪了 到处放火了,砸人,什么烧车 这事啊,习以为常了 所以现在干嘛呢,不行了 干不下去了吧,玩不下去了 现在干嘛,说咱赶快吧 这个再恢复经费,再多顾点警察 又干这个了,就是忽左忽右 但是就说是他有一个,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 他这左派夺权嘛,不是 基本达到目的之后,现在就开始反着来了 这左派这东西啊 你看他做这些什么事啊 咱们就想,前世祖说过一句话 在什么场合说过 就是这个Catherine Tai,姓蔡是吧 应该叫,说这个呢,要把他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首席代表 说这这么一个人,在WTO这件事上 就是2000年,2001年,中国过关的时候,入市 在这里边,这个娘们儿没起什么好作用 我跟你说 好,那现在呢,拜登这帮小子,让他做首席代表 这明摆着不合适 您有利益冲突啊 法律上讲说,这个conflict of interest 对不对,好,那这有冲突吧 哎,他居然就通过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您掌握政权,什么叫政权 在所谓现在美国还存在这么一点民主气氛 民主这个基因啊 还有这么一点没完全死的情况下 就是选票嘛 好,到了参议院了 他们现在这个微弱多事啊 他这个议会参议院都是他掌控 所以你看,这这这这这通过了吗 这叫什么事儿 但是你要看他后边这些什么人 咱不老说吗 您判断人 第三条就是人以群分 您看看他后边的什么人 中间这就是这个痴呆老年痴呆这个 白灯就不说了 好,左右半边这个 最右边这个戴口罩这个白口罩这个 这叫Ted Lu是吧 加州的一个华裔左派 这小子的无耻 在这个Candice Owen国会作证那次 我就看过那么一次 以后再不看这小子 太太不让人恶心了 简直就是烂的 没法再烂你嘛 烂仔 那就这么一帮人 在这后边把持着这个所谓的官僚机器 你想 这个前面他说这个 啊 贸易代表这事儿 他能不通过吗 就这么的折腾 这能有好吗 是不是 当然了啊 咱们现在目前说这两条啊 基本都是不好的消息 这叫什么呢 咱们有些人没做节目了 不是吗 咱们丑话说在前面 先把这不好的抖了出来 后边这位女士啊 这女的呢 就是第一个啊 状告纽约州州长 库默对这女的 他出来现在讲话了 他说纽约州 现在不成立一个调查机构 调查这个州长吗 他说我根本就不信 这就说这人呢 这位女士 有常识 你想这官首资道的事儿 坚守资道啊 就是自己的人 自己任命 然后组成一个委员会 来调查自己的事儿 那那怎么能有结果吗 这不是骗傻子吗 是不是 所以说这女士出来说我根本就不信什么调查不调查 这玩意没意义 你知道吧 哎就说个最起码一点 人得有常识 没常识 讲什么法律 讲什么规则 那不上套才怪了 对吧 紧跟着后边 咱看 现在呀 华游在大选的时候呀 公开造谣 说川普总打电话了 说什么给对方施压 说你给我找出这个舞弊作案的事儿来 你就全国出名等等这些完全是子虚乌有 完全是捏造的 就什么 凭空捏造 哎 这大媒体把这的话语权就居然把向全世界这么播放 你想咱这自媒体吧 咱说完了 也无非就是这 这也跟咱志同道合的能说的一块的朋友 大家听听 是吧 听完了以后一听一乐 或者说是有心的人可能传播一下也就这么点意思 可是您知道华游纽约时报 这些大电台大报纸都是上百年的影响力多大呀 华游这么一登全世界都传开了 把川普搞臭 让川普一定下台 这也是建制派志在必得 川普必须的走 不走 他已经受不了了 整个川普啊 这个虽然是一个权法呀 打法有点问题啊 但川普是真打 对这建制派是一点不客气 所以建制派急了 用各式各样 简直是没法说就是下三滥的手段来搞川普 这就是其中之一 华游就这么造谣 说川普电话说什么了 而且我们有这个源头 有这个当事人 给我们这个佐证 好 这当事人谁呢 大家一看 呦 是这位美女 乔治亚州的官员 他出来说了 现在承证什么呢 说这玩意儿啊 没这回事 这是我造的 哎 说起这女人了 咱看这女的有点意思啊 咱们一般都说的 这个人呢 这相报能多少 表露出一点 这人的内心 眼睛是心灵的窗子 什么 说法挺多 但咱仔细看这个女人呢 看着不是那么太烂的 不是一个恶人似的 怎么能这么那么造谣呢 怎么能这么昧着良心说话呢 所以咱还得说啊 这识人还真不能以貌取人 咱还必须坚持咱识人三点 第一 看看他的历史 第二 看看他做过的事 具体事啊 别听他说什么 第三条 看看他身边的人 有这三条识人三法 咱就把人就看准了 哎 老川同志就是这点 有点这什么 下边啊 咱来好消息了 这三胖 有点意思吧 过去 这老年家人们讲啊 这是人呐 有时候是脾气性格也好 什么原因也好 挺横 说这人横 怎么横法呢 这人呐 又骄横 哎 这又骄又横 还骄横 是吧 怎么骄横呢 因为他多少有点底 聪明啊 学习好啊 能力强啊 手艺强啊 艺术造诣高啊 看不起别人 说话还挺冲 还这人骄横 还一种呢 是蛮横 要这人呢 就是根本就不讲理 言忧不尽 就这么一玩意儿 是吧 哎 你跟他讲什么 讲理 根本讲不通 他就是一个浑球 而且呢 还说不说动手 挤脸就动手 所以又蛮又横 还是这么着 还一种是穷横 就这人呐 什么本事都没有 又没钱 又没本事 脑子又不好用 但是就是横 就是横 又穷又横 光脚的 到哪儿就耍赖 结果呢 现在出了迷三胖 大家都熟 三胖 属于是哪一横啊 大家自己判断判断 是骄横啊 是蛮横 还是穷横 这个啊 我先不说 我有我的看法 大家再也想想 评论评论 这这三胖呢 别管他怎么横 哎 这小子挺横 你说这80后是吧 是82年生人吧 这小子是 在北欧某国留过学 好 见过世面 而且呢 这人心狠手辣 手挺黑 谁要是跟我不对付啊 什么一副姑父啊 拉出去 全决了他 再不行炮决 我拿枪打 听着他妈的声动静小 开枪声音小 门门门 开炮 是吧 就这么一组 好 这一组现在来了 你说这横 还看他用在什么地方 这回横的呀 挺他妈解气 说实在的 这拜登 白登和这个哈勒斯 这俩混球 混蛋 上台以后呢 篡拳之后呢 他也觉得这北韩 这是这肉中刺 眼中钉 也得处理处理啊 这事老这么摆着 也不行啊 对吧 得把川普的影响 消掉啊 这川普 那时候 你看不管怎么着 虽然没最后说是把这北韩的去和这事彻底解决 但最起码平静啊 那三胖也退了一步 而且呢 也不做实验了 而且从表面上 跟老川见了面 那好家挺热情 好 笑碎颜开 还挺真诚 又握手 又对什么的 俩人到了这个三八线 各往前迈一步 那会面 这也是有政治意义的 这个会面 让世界都看到和平有望啊 是不是啊 这老川虽然没说 把这事做到底 或者有客观原因 各种因素限制 但毕竟他迈出这一步 毕竟啊 在世界上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 是吧 和平有希望 谁不希望和平啊 对不对 可现在三胖这横主来了 拜登哈里斯给人写谢 根本就不理 不回谢 通过第三方外交使堂找欧洲的 找说和的中间人 您给三胖说说 咱通过电话视频一下 是不是啊 没回音 不理 结果呢 就赶快就公开场合喊话 说咱对对话吧 这朝鲜问题北韩问题怎么办呢 你有个说法啊 我这现在上台了 给我个面呗 就这意思可能是啊 好 横主三胖 根本就不尿这茬 结果拜登他们沉不住气了 公开点讲了 你看 这叫什么事啊 你看这北韩 我们紧着喊话 一夜而再再而三的 都快求人家了 人家就不理咱什么意思呢 啊 结果 真给面了 三胖没说话 三胖他妹妹出来了 这小公主出来说话了 说拜登啊 您别眨眼睛啊 给我听好了 什么叫不眨眼睛 这题目是写着啊 Uncle Joe 说 瞧他说啊 说别眨眼 什么叫不眨眼睛啊 就是您给我听好了 知道吗 听好什么呢 这具体说的什么 人家讲的是那个咸语 咱也听不懂啊 但英文翻过来了 翻译过来这么说 说警告美国啊 兴建您这个说话 可小心点 以后表态 给我把这词拿准了 你要是还想安安稳稳的睡觉 你就别他们胡说八道 知道吗 知道你脑残 快八十的人了 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 谁是总统都不知道 一出了就胡说八道 哆嗦嗦嗦的 这词不达意 啊 是吧 说了东忘了西 就这么一煮是不是 得以后啊 拜登我告诉你 你说话小心点 你要还想安稳睡觉 你给我把嘴拔炎了 你看这三胖和他妹妹出来 横不横 是吧 所以说这横主啊 他什么人 这人世间的 什么人他都有他的作用 看在什么时候 什么事上 你说其他事咱不赞同 三胖 这小子挺横 杀人如麻似的 是不是啊 冷血 咱觉得好不符合人性 可是在对这个拜哈集团这事上 我觉得横的好 出口气 是不是 恶人就得有恶人质 在我下看啊 咱说这个有意思了 这事我得多说两句 这事怎么回事呢 就是有一位有钱的主 大爷 哎 真他们有钱 干嘛呢 他要造一个新的平台 社交平台 自己重新铺路 自己从头搞 搞一个像样的大家伙出来 这是大海怪似的啊 巨大一个社交平台 什么原因呢 根本原因就是 他老婆在社交平台上被人给禁言了 封号了 这哥们急了啊 好 爷这有钱 你敢把我老婆封了号 你活腻歪了 得 什么脸书 什么油管 得 一锅涮吧 咱别客气了 怎么干呢 你看我这给你打出红线来 你看着啊 他要搞一个啊 自由媒体集团 这集团呢 这集团什么意思啊 这下边有很多这分支是吧 好 包括什么啊 他说 那脸书呢 他改个名 他叫 Our Freedom Book 脸书不叫Facebook吗 他叫 Our Freedom Book 我们的自由书 哎 另外一个呢 是要搞一个针对油管的 叫我们自由的管 啊 第三要搞一个什么呢 啊 自由的基金 后边接着搞什么自由的搜索引擎呢 啊 自由的辩论平台啊 等等 好 这一通的东西啊 这是要干嘛呢 这是要取代油管脸书 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啊 因为这个工程太大了 咱也不知根不知底 这哥们到底有多少钱 多少人啊 多少人跟着他干 都不知道 但是刚说出来 咱只是先一听一乐 咱今后呢 就是骑驢看唱本 看他演这出戏 如果真能演成了 那可太好了 那咱们现在再往下看 最后这好消息又来了 说什么呢 说白宫啊 呃 说跟普京这个会谈 就视频通话呀 取消了 说什么呢 说拜登啊 太忙了 没空 这装什么 他妈大一巴狼呢 你忙什么呢 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 你忙什么呢 一天不就是吃饱了 歪着脑袋 咪呼一觉 就等着最后那口气呗 忙什么呢 是不是 哎 结果呢 这原因出来了 为什么呢 就是这拜登他们呀 呃 星期间上有一次讲话 说是普京是杀人犯 哎 普京怎么怎么样 把普京给一通的数了 普京急了 不干了 是你他妈侮辱我 骂我 给我扣一堆帽子 你得给我说明白了 您给我说是怎么回事 你什么意思呀 你有证据吗 对不对 我还说你他妈流氓呢 说你杀人犯呢 对不对 就这么吵起来了 这事他意思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挺好玩啊 就说现在呀 这拜哈集团有点狂妄了 弄着几个机器 骗几张选票 好 这东西窃取政权 还不能做几天呐 是不是 现在就忘乎所以了 四面出击 八方树敌 你惹别人行 你惹得像三胖 普京这主他能答应吗 他会把你放在眼里吗 不要说你这德项 比你本事再大的 他都不一定放眼里 是不是 所以说 这拜登他们这么折腾啊 我觉得对他们左派 没什么好处 就是你狂吗 狂完了是什么呀 不就该亡了吗 就这么点事 是不是 像是你狂两天 你还能怎么着 是不是 这人世间 没有人说是谁都是 一手遮天的 山外青山 人楼外楼高人自有高人质 恶人自有恶人管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乔拜登也好 哈里斯也好 就这么折腾啊 我觉得啊 如果说是 这个美国老百姓 觉醒的多 看清的多了 虽然也是看客啊 毕竟手里还有张选票 和那咱们那个天桥的看客 两回事 是吧 这选票如果运用得大 下次不用机器 咱就都排队 拿身份证 拿这驾照 拿护照 投票 这样的话呢 我相信还能扳回一局 就是在任何时候 咱们不能丧失咱们的这个信念 咱们的希望 对不对 这也就是说 跟大自然一样 最终他要回落到一个平衡点 这事情只要是不平 他自己也会找平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铁律 是吧 虽然政治生活当中 人类自作聪明 搞了一些左的右的 东西这么折腾 人和人互相这么 他把拧巴 这么逗 这么害 但是最终 你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平衡点 否则人类就走不下去 就这么简单 是吧 行了 这到周末了 跟大家这么说一说 有些日子没做节目了 大家都原谅啊 我争取一手抓精神运名建设 一手抓物质运名建设 两边的我也找一平衡 好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下一期咱们再见